今天鬼叔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美国动作电影《特工少特》 电影开始少特是美国中情局的一名女特工 在朝鲜潜伏时不幸暴露被朝鲜军拘捕 粗暴的朝鲜军用了各种方法试图让少特招任 好在生物学家麦克一直暗暗喜欢着少特 得知了少特被抓的消息 他四处奔波呼吁 最后美国总算是同意用人质换回少特 回国后少特也被麦克打动 与麦克成了一对夫妻 这天美国CIA抓住了俄国特工奥洛夫 并且由少特进行审问 令人意外的是 奥洛夫竟然很轻易就招供出 前苏联时代他带领过一个秘密组织 组织中都是一些失去父母的孩子 他们将孩子组织训练到了一定年纪后 在街由美国的街头人抚养 奥洛夫更是透露 这群孩子中就有一名 已经成功打入了敌人内部 并且将由他杀死俄国总统 挑起一场世界大战 而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叫做少特 审讯完奥洛夫之后 少特为了避嫌 决定在家休养一段时间 但是没想到却遭到了少特上司泰德 以及同事们的一致反对 面对着同事们质疑的眼光 少特怀疑奥洛夫他们绑架了自己的丈夫迈克 果不其然 少特打电话给迈克一直无人接听 与此同时 俄国特工奥洛夫趁看管人员不备 将其杀死逃离了CIA总部 少特看准机会 也逃出了总部回到了家 家中一片狼藉 这更证实了少特的想法 一切似乎都如奥洛夫预期的一般 美国副总统与任期逝世了 世界各地的首脑都前来调念 俄国总统便是其中之一 在仪式当天 乔装打扮的少特混入其中 在俄国总统演讲之时 他制造了一起爆炸 成功将俄国总统收入囊中 最后少特在他同事皮薄敌面前 射杀了俄国总统 随后少特就扔下了手枪投降了 但是在押送少特回CIA总部的过程中 少特利用自己超强的打斗技能 杀死了押送人员逃之夭夭 少特来到一艘破旧的船上 俄国特工奥洛夫竟然也在此地 原来少特真的是一名俄国特工 而且经由奥洛夫训练成功 潜入到美国CIA的一员 在船上 少特也如愿地见到了自己的丈夫迈克 和曾经一起与自己训练的伙伴们 但是最后为了向奥洛夫表示自己的忠心 少特只能看着心爱的丈夫被水活活淹死 少特此刻恨极了奥洛夫 但是脸上却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套出了奥洛夫的下一步计划 在得知他们的下一步计划 是杀死美国总统 引发世界大战之后 少特就趁奥洛夫不备杀死了他 并且将轮船引爆 为自己的丈夫报了仇 随后少特联系上了一名东欧上校 此人正是少特年少时期的好朋友 他对少特十分信任 不仅将计划与少特全盘拖出 更是带着少特进入到了白宫参加晚宴 不想少特的出现被他曾经的上司泰德发现 及时安排美国总统离开了现场 躲过了一劫 但是东欧上校却因此丧了命 刚失去丈夫的少特 看着昔日的伙伴死在自己面前 心中百感交集 决定继续追杀美国总统 一连几天的事件让美国总统很是恼怒 他一气之下让人拿来了核弹的发射器 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但是此时少特的前上司泰德 却突然端起了枪 开始大肆屠杀起来 原来泰德的真实身份 竟然是比少特还要早潜伏到CIA的俄国特工 利用身边人对自己的信任 泰德转瞬就杀光了除总统之外的所有人 并强迫总统发射核武器 引发世界大战 好在这时少特及时赶来 与泰德发生了一场枪战 拖延了一段时间后 总统的士兵赶来 抓住了两人 一看计划失败 泰德便紧忙宣称自己是保护总统的 将所有的罪责丢在了少特身上 看到自己曾经的上司污蔑自己 愤怒的少特挣脱了士兵 一个跳跃就用手铐 勒死了泰德 在押送少特回CIA总部的飞机上 曾经的那个黑人同事皮博迪问少特 到底是哪一国的特工 少特则回答 遵循自己的本心 皮博迪又问少特像他这样的特工 还有多少 少特称 和他一起训练的都死了 但是像泰德那批的还有很多 最后皮博迪居然解开了手铐 偷偷放走了少特 而少特也终于不用过心惊胆战的生活 这部电影无论是从剧情 还是演技来说 都可圈可点 节奏上也是毫不拖沓 尤其是电影中的一步步的剧情反转 令人大呼过瘾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转发自illary 真的是 维图身生 和制节奏